今年是發生過六天 因為電視上頭有椒花修 已經發了聽電數過 最近這兩個月 台東加是在台南 全門開以南區域 最近已讀一百七十八的椒花修 要控制雷水進行 再發生 洗雷竹槽容易引起我們虧線跳脫 去撿一些鐵線 鐵絲 上去一起竹槽 如果心事有洗雷竹槽的話 我們就會馬上把它移除 就怕鐵刷去扶著 他們去跳電 先是也發生過多棵 因為這裡太多形的停電狀況 最近台東未知電視 電視就不作業 接下來就要在電視上 家中防鳥的踏肩 那還有冠鳥的設備 清除完之後呢 就在桿上設置驅鳥氣 以免鳥類再次在同一個位置 如果是這位收大臉 有這位兩位才是雷竹 台東也會幫忙來醫治 甚至是台鐵沒有雷竹 照顧雷竹 一禮拜說兩禮拜之後才會壓榜 台南區域積極加強線路防護措施 例如線路加裝卡扣式防護線管 更換架空電燃等 防止鳥類對電力設備 造成損壞和供電中斷 台東大南區營業主席表示 光是台南十文客以南的區域 兩個多月以來就移住 178的集合收 未來將會繼續加強 對公電設備和線路的檢查和維吾 不斷的改進鳳嬌的措施 維吾融後的用電管理 其中間混蛋不到 我们下期再见